OK 兄弟们 兄弟们 这个兄弟又回来了嘛 抖音揪魔智 抖音揪魔智可能 没有看过他比赛的兄弟们 不懂啊 就观战番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套路啊 观战番以前打这个精华单胶 是那个鬼魂龙龟大阵啊 这个就是传统法系的克星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 揪魔智回归之后的话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打法 揪魔智这个兄弟的话也是特别搞笑啊 就是有一段时间嘛 就打这个精华单胶赛打得特别飘 那就是 就是那段时间到现在嘛 那个抖音不是没有那个直播的全 就是直播的那个 全线嘛 得申请全线之后才能在抖音直播 有一天晚上这个兄弟就特别飘 就开着电脑 对吧 灯扇抖音 直接就是直播上这个精华单胶赛 直接账号的话 好像那个时候是被封了三个月 好吧被封了三个月 所以说这个兄弟的话也特别逗 而且这个兄弟的这个PK的这个 打法呀 跟平常人 想法的话也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啊 就是兄弟们可以看一下观战帆的这个打法 龙龟 看一下宝宝有 哎 宝宝前面是个高神的 这边龙龟的话直接变乌龟 乌龟壳壳了 就对面 我敢说对面这个兄弟 就是从来没有碰见过观战帆 就是也不知道观战帆是什么套路 我们来看一下观战帆的话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套路啊 就是不要被观战帆的这种外表给欺骗啊 等一下你看一下这个龙龟这个死了这个爬起来 那个死了这个爬起来的时候 你头就有点晕了 这边的话 好像还是个耐法的龙龟啊 这个龙龟的话不应该有高级鬼魂吧 比赛的话第八回合 你看观战帆的话也不顶要 就把伤害也不高 对面的话 落下下 对观战帆的话 我感觉观战帆怎么都带的是九转啊 没带没带大金嘛 这个龙龟的话应该 这种奈法应该不会是高鬼魂吧 单头瞎宝宝 也猛 实话实说 对面的话起了一把秘润 这个时候这个龙龟要倒了 这个龙龟要起来了 小孩的话给你来了一把处处可怜 就是啊 这边女儿村的一个小孩 打剑灰弹鸟赛真的富无多剑 OK 可以 一飘刀直接飘倒 不是高鬼魂的吧 OK高鬼魂兄弟 OK 那兄弟的话 再给你补一个龙龟的话 你应该如何应对 就现在观战帆还好啊 以前观战帆首发都是这种龙龟啊 就 就 就是你现在的话 最起码 所发给你带一个高绳的宝宝 以前就观战帆 这兄弟们 所 所发都给你带个大乌龟啊 就四个 OK 看一下还有没有大乌龟 OK 还行 好吧 这边出了一个隐身的童子 不是大乌龟 因为看对面的话 没有鬼眼嘛 出了个隐功 比赛的话 14回合 就观战帆这个套路是什么套路呢 就反正见回的那套赛只可以出八个宝宝 对吧 我亲你宝宝亲的没有你那么快 但是我宝宝能复活啊兄弟 对不对 我八个宝宝当他妈的 十二个宝宝用啊 那你没有高 高驱轨的话 你打观战帆的话 确实也难打 你一个高驱轨的话 其实也不好打 因为观战帆的话 物理系嘛 你亲 宝宝也快啊 比赛的话 17回合 OK 这边换了一个狂暴 那现在那还行 OK 后面这个大乌龟又起来了 真的 就是这两个浓龟的话 可以顶对面的四个宝宝了 这个死了 那个起了 这个死 好吧 这边的话法术反应也不起了 OK 高鬼魂的狂暴也来了 兄弟们真的 就到这个局面的话 就观战帆的这个阵容 已经齐备了 好吧 对面这个时候 对吧 没有鬼眼 没有高驱轨的宝宝 就是啊 他现在这个小孩的这个 楚楚可怜一起 对面亲不了小孩 亲不了小孩 就眼睁睁的 看着 他这个高鬼魂起来 就是理论上面来说的话 这个小孩 楚楚可怜的话可以脱 你看没有 你就这 我就问你恶不恶心兄弟们 我就问你恶不恶心 就观战帆这个 楚楚可怜隐身等高鬼魂宝宝 起来的套路真的 真的 我靠这后面又起来了 兄弟们 你给这比赛兄弟们 就这比赛 也就揪魔智能够显得出来 就这个人真的是个鬼才 兄弟们真的 就这个时候 你看没有 就不需要人 人起不起来 已经无所谓了 看没有 你看没有就这比赛 就五回合起来 立劈劈一把就行了 打完比赛之后的话 对面果断先更新 两个高级去鬼的宝宝 真的 OK这个又起来了 你看这个比赛怎么打兄弟们 你们跟我说怎么打 对吧这个完了这个又起来了 真的 直接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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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一把风卷才云 风卷才云这个又起来了 走到这儿兄弟们 你看没有 你看没有 真的 这是真恶心啊 兄弟们 就把这个倒到前面这个又要起来了 真的 这妈比赛打了三十七回合 OK前面这个兄弟要起来了 对面直接逃跑真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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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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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